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率六都之先 今年是成为了环境管理处和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 进行了处长不打交接典礼 分别是由张书豪以及绿民企来担任处长 将提供了清洁队员更健康的职场环境 来提升桃园市容环境品质 两位新任处长进行宣示 今年开始有新的头衔 也代表迎接新的挑战 投资环保局今年成立环管处和海资处 并举办处长不达交接典礼 由环保局局长陈世伟担任尖交人 完成隆重理事 我们维护市容的重要性 市长率先来成立环境管理处 我们的使命也非常重大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让市容 整个垃圾清运的过程都非常顺畅 那当然我们也在这个3000多位的清洁队员之下 那我们要兼顾他们的健康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组织调整的过程 我们也增加了一个劳工健康组 其中原空气品质保护科科长张书豪 担任环境管理处处长 旗下增设劳安健康组 提供3000多位清洁队员 更健康友善的职场环境 另外原环保局副局长吕明奇 担任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处长 将统整海岸工程废弃物设施 资源循环等业务 配合中央政策上面 我们将事业废弃物 朝向所谓再利用 能源化资源化 产业物料化的方式 来减少整个废弃物处理 对环境的冲击 摆脱过去 大家处理都是朝向所谓的 掩埋跟焚化的 二维的一个思考的模式 我们希望整个未来 桃园的家庭垃圾跟事业废弃物 都能够迈向 永续发展的一个愿景 局长陈世伟表示 组织改造能顺利推动 要特别感谢市长张善震 议长邱玉胜 以及市府团队支持 齐学两位新上任的处长 全面提升市容品质 让市民有感